没有一只海象可以活着离开北极 一匹硕大的海象悄悄地露头 敏锐的英纽特猎人便伺机而动 海面上一场残忍血腥的厮杀就不可避免了 艳丽的漂浮球 和一把破双风的回钩鱼叉 就是捕获海象的戾气 这是英纽特祖先传承千年的捕猎秘籍 经验丰富的猎人沃尼日马一叉下去 竟然扑了个空 这是他不能容忍的 于是他立马指挥其他猎人从后方进行包抄 猎人们也是时刻准备刺激而动 面对如此激烈的场合 其余的猎人准备机枪伺候 却发现这是海象一家三口 他们准备只对雄性海象发起刺杀 而背后的一叉直接刺穿了雄性海象的脊椎 片刻便制服了这头海象 看到英纽特人如此残忍的猎杀 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 可更残忍血腥的还在后面 三吨重的海象被拖拉到岸上 首先迎接他的就是测量身高和象牙 这只海象足足四米 象牙就有55厘米 如此上乘的货色是英纽特人梦寐以求的 而英纽特的小孩最喜欢在海象的身体上踩踏 他们说那感觉很像踩在充气城堡里一样 紧接着就要开始直接海象了 这也是英纽特人看家的本事 但是斯敦的海象 对于沃尼玛斯一家来讲 还是蛮重的 从他们费力的挪动就可知晓 然后沃尼玛斯的女儿给他递上一块磨刀石 不过此刻的临时抱佛脚 不快也光 沃尼玛斯顺着海象肥厚的肚皮缓缓地滑拉开 不得不说里面真是满满灯灯的肉馅 海象肉的第一口要和自己最亲密的人分享 沃尼玛斯割掉海象优质的脂肪 送入了自己女儿的口中 自己也忍不住地吃了一口 然后沃尼玛斯和弟弟就开始正式地分割海象肉 这是一个极为枯燥的过程 他们需要按照海象的身体部位 一一地分割打包 然后将其拉至阴凉的房子内存储 你就看看这满屋的海象肉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杀人现场 而沃尼玛斯会将海象的内脏 塞在塑料桶内发酵 形成独特的风味 这是他们制作的海象腥头肉 据说这玩意吃起来和卤猪肉差不多 如此美味你敢尝试来上一口吗 而对于孩子来讲 他们最喜欢吃的便是海象的肥肠 加入食盐煮个五成熟就是一道美味 然后给切成细小的丁 就是孩子们平时的零食 不得不说这零食有点硬核 我是不敢吃的 但是从孩子脸上洋溢的笑来看 海象的肥肠应该还是比较美味的 鹰纽特人杀海象吃海象 就像我们吃猪肉一样随便 你以为鹰纽特人只吃海象吗 鲸鱼才是他们的正餐 一头十吨重的鲸鱼 它们只需三小时就可捕杀完毕 这是属于鹰纽特人的扭特速度 而后就是最刺激的环节 这也是鹰纽特人最看重的 几百人在硕大的鲸鱼身上来回的切割 将鲸鱼死死地瓜分干净 这场面真的有种过年急事上杀猪的盛况 其实鹰纽特人的食谱包括海象 海豹和鲸鱼更有驯鹿和北极熊 它们一日三餐不离野味 这才是站在食物链最顶端的人类 为了抵抗寒冷的北极天气 鹰纽特人每日需要补充大量脂肪和蛋白质 因此有中生吃生肉的习惯 这也是它们被称为艾斯基摩人的原因 但是它们只会瓜分鲸鱼的80% 其余的留给北极的其他动物来吃 这并不是它们慈悲 而是为了喂肥而后吃掉它们 这就是鹰纽特人诡秘的生活 也是北极圈唯一的黄种人 一生只吃生肉 人口却不超过10万